夫妻与燕果 无债不来 无缘不拒 许多女人都会怨恨丈夫 不怨恨丈夫的少 女人为什么抱怨得多 因为女人从嫁给男人的那一刻起 就把全身心都交给了这个男人 成家以后 爱这个家 爱这个家 爱丈夫 爱孩子 为了这家拼命地干活 结果这个丈夫不会说好话 有的男人一辈子不会说一句好话 从来没有说过 妻子 你辛苦了 甚至有的女人干了一天的活 想对老公撒撒娇 讨两句好话听听 就对他老公说 哎呀老公啊 我今天没有少干活 累呀 结果他怎么说 他直着嗓门大声吼吼 谁不干活了 过日子的 你累 别人不累吗 一句话 一句话就把女人冲撞得眼泪汪汪 觉得委屈的 觉得委屈得不得了 回到房间里 一个劲儿的掉眼泪 想 真是气死我了 怎么找了这么一个木头疙瘩 好话都不会说 本来想找个安倍 没有找着不算 还受了一泡气 嫁了这么一个不会说话的男人 或者一个倔强的男人 或者一个贪玩的男人 女人在家一定生气抱屈 女人呐 大家学了这一课 就应该明白了 什么道理呢 女人呐 你前世欠他 今生才嫁他呀 你今天嫁给了老张家 老李家 你为什么没有嫁到老王家去啊 因为你欠他 才嫁他呀 所以无债不来 无缘不拒呀 有人说 我不欠我丈夫的 他待我挺好的 男人呐 也会欠女人的 没有债 不会组成一个家庭 那怎么还债呢 有的女人骂男人 我怎么嫁给你 这么一个窝囊费 啥也不行 见到邻里 就贬择自己的男人 见到同学 也贬择自己的男人 说自己的男人太没有用 都是自己在忙里忙外 快累死我了 如果你真的 嫁给了一个窝囊费 那是前世 他为你效力的太多 今天你就应该补偿 这不是你倒霉 而是你前生 种下了那样的阴 今生结果了 你前世 一手所造的所有业 你今世都得承受 儒家讲 瘦了 瘦了 瘦了就能了这个业 你回家心平气和地承受去吧 从今天起 不要再恨了 他就是你前生欠他的多 所以今生 你得承受 懂得阴国以后 你还想骂谁啊 女人嫁给什么样的丈夫 都是你的命啊 今天遇到的人 都是命中有的 都是前世中的阴 今天才结这样的果 忍账吧 无债不来 无缘不拒 前世欠他 今生才嫁给他 要是你丈夫蛮好 你说你不欠他 那么你是欠你婆婆的 婆媳 今生见面就不合 这都是前世 结下了恶缘 今生见面了 有的婆婆不理解 说 我为儿子花了这么多钱 才把他娶过来 结果 他对我凶神恶煞 真是气死我了 真是倒霉啊 不是倒霉 那是你花钱 请回来的 前世冤家 不倒霉 你前世不跟他有阴国 他不可能嫁到你家来 哪是他气你啊 是你种的阴 今生才收获这个果 亲兄弟姐妹 反目成仇的 有多少啊 都是阴国关系 无债不来 无怨不去 为什么有的家族 一大家子人和睦相处 说话都客客气气 他们是善缘 他们也是来了缘的 认账 了缘 不造心业 今天你要把阴国学透了 回家去千万不可再暴去 见到谁都是缘 认账啊 低下心来 从高处下来吧 做女人呐 你不要低三下四 也不要指手画脚 要明白 前世欠他 今生才嫁他 也别一三贺四 这么些年了 你知道你的丈夫 你的儿子 在你的河东施厚下 受了多少委屈吗 因为你的脾气刚强 他们没有好受过 你一见他们就骂人 就挑剔 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 你的温暖 你也没有开心过 今天该醒悟了 来到我们身边的人 有讨债的 有还债的 有报恩的 有抱怨的 都是有缘人 如果有的孩子 从小就病病歪歪 让你倾家荡产 或者忤逆不道 打爹骂娘 这样的儿女 都是你前世 欠了他们的命债 这事是来向你讨债来的 如果你前世 欺骗钱财 人家太多 这事必定转到 你的门上来 做你的儿女 来讨债 有的孩子 小时候经常要看病 家里的钱 都给他看病 花光了 长大了 还不知道孝顺父母 这样的孩子 你不能恨 不能怨 你只能用爱 来对待他 因为你前世欠他 太多了 千万不要再骂了 这样的话 你前世的业未了 又添加金事的恨和怨 这样的心账 即是旧业未了 又添新业 你这一世不想还 来世利滚利 还会有人抽搭鞭杆 逼着你去还 救救自己吧 没有化解的怨源 回去化解吧 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些人都是来了缘的 佛说 众生是平等的 你的丈夫也不是你的私有财产 只是前世跟你有一段姻缘 这一世是跟你来了结这段姻缘的 儿女也不是你的私有财产 她也是众生 只不过 她是前生欠你的 有来还账的 也有钱是你欠她的 这是来讨债的 这是因缘所欠 你要是好好琢磨今天的内容 那么就会近人远看 会从心上 把丈夫儿女舍下 为什么佛让你舍下 让你不能把丈夫 看成你的私有财产 只不过是她前世跟你有因 才有金是这果 缘尽缘散 怎么讲 大家都知道 缘分尽了 各离分嘛 你舍了 就是你得了 赶紧把丈夫 从心上撤下来 回家 别把她当成丈夫了 她也是众生 只是她前生跟你有一段因果 不知道是善是恶 你要付出更大的爱 来对待她 默默地奉献 回家以后 咱们要把家里的活干起来 屋里屋外 统统干起来 别抱怨了 抱怨别人就是害了自己 如果你把夫妻之间的情分 看得重了 你还得去轮回 还得去结缘 还得跟人家去见面 你念佛 也跳不出轮回 你如今明白了 知道一切有缘众生 都是来了缘的 你回去以后 从心上 把她撤下 在事儿上 更得对她好 对她做奉献 要用菩萨的慈悲 去对待她 让她过好每一天 一生都要善待她 让身边人开心 你就是在念佛了 对待儿女也一样 你把他们从心上拿下来 不要过于牵挂 早上起来 你给她准备好早饭 给她爱心 让她感受到温暖 让她开开心心 把她送出大门去上学了 一关上门 你就要把她放下 不要再去想她 马上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最后你能成就 儿女也能借光 真正的舍 其实也是德 你把他们放下 一心一意地念佛 最后你走的那一天 你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走得非常殊胜 有很多瑞相体现出来 让丈夫儿女眼见为实 最后他们生起了 信佛念佛的信心 都给你往生了 这才是真正的放下 才是真正的爱 是大爱 为什么佛要我们清静 你要做到清静 放下了就能往生啊 要是你心上 放不下丈夫孩子 你天天磕头 念佛 诵经 儿子丈夫看你 天天去念佛堂 念佛 法会也总是 非常积极地去参加 好像一个老修行的样子 实际上 你一个人都舍不下 今天想儿子 明天想丈夫 后天想这个 还想那个 谁都放不下 最后走的时候 一下子 下地狱了 身体僵硬了 你儿子一看说 哎呀 我妈平时那么用功 怎么都没有往生 看来那佛根本不存在 我也不念佛了 啊 这下子坏了 全部堕入地狱 对不对 这个舍 是教你从心上放下 千万不能回家后 丈夫不要了 儿子不要了 一个劲闹着 要出家修行去 跟大家讲的舍 是让大家从心上 放下对家人的天挂 把心灵的空间 打扫干净 空出来 一心念阿弥陀佛 你往生之时 就是你拯救全家 离苦得乐的时候 你舍了 就是你得了 那是 creeping方的 一点 我来听你的 我来听你的 一心念阿弥陀佛